大家好欢迎回来我的频道 这个周末呢我们在Whistler 度一个小小的迷你周末假期 说起Whistler呢大家可能耳熟能详 他是世界上著名的滑雪圣地 也是2010年冬季奥运会的举办地 他不仅吸引了像凯特王妃 威廉姆王子这样的名人前来度假 我们住在北美的朋友们 可能都来过Whistler 而且不止一次 那今天呢我不跟大家讲述太多 Whistler滑雪的状况 或者在哪里吃好吃的 我跟大家讲讲我们这次住的度假屋 里面有故事 那我们这次入住的呢 是Fairmont酒店管理的独立式度假屋 它有一个很好听的名字 叫做Nature Store 通向自然之门 自然之门这个名字起的 既有诗意又很贴切 从度假屋的酒店望出去 就是来来回回的Gondola 再放眼望去呢 可以清晰地看到 从山上滑下来的滑雪者 那Fairmont集团 也把他一贯的 低调舒适奢华的管理风格 带到了他管理的度假屋中 一走进度假屋的右手边呢 是一间Lodge 客人们呢可以在这里Check in 还可以健身泡桑拿 更可以享受免费的 各式咖啡和热巧克力 那最值得一提的呢 就是你看到的这一台咖啡机 这台咖啡机呢 可以做出有咖啡店水准的 高级的咖啡 那每天早上 我们必到这里报到一次 喝上一杯新鲜的拉特 或者Cappuccino 走进度假屋这里一共有22幢独立的三层高别墅 那每一幢别墅呢 都是临山而建 走在里面 有一种人在世外桃源的感觉 现在已经是二月中旬了 Whistler还是白雪矮矮 不愧是世界文明的滑雪胜地 那好 现在我就带大家走进去看一看 它是如何低调 如何舒适又如何奢华的 进去之前呢 先来提一下我身上这件的防寒服 它的设计简洁大方现代 面料防风又防水 最最重要的呢 是它的剪裁 十分适合我们亚洲人 相对来说比较瘦小的身材 在零下五度的Whistler 穿着一点都不感觉寒冷 它的品牌是一个来自英国户外运动服装的品牌 叫做Mountain Warehouse 那我身上穿的这件一模一样的呢 可能没有了 我会找一件类似的链接 给大家放在视频下方做参考 现在呢 我们走进了度假屋 先来说说它的低调 这里没有光洁闪亮的大理石地面 或者晶莹剔透高调的水晶吊灯 取而代之的呢 是满眼的温暖厚实的硬木地板 粗犷却又充满艺术气息的原木横凉 以及由天然石材打造的宽大的壁炉 现在这个火还没点起来 等一下会点火 整个房间给人的感觉是 十分的低调又十分的温暖 超大的玻璃窗望出去 就是前面说过的上下车的港兜拉 每一样的夹司呢 都是柔软宽大舒适 那么壁炉的上方呢 是由原木做成的装饰 这两个沙发的后面呢 是一整套设备齐全的厨房 那我们再来聊聊它的舒适 要说舒适呢 可圈可点的地方太多了 那我们从厨房来说 它的厨房呢不仅宽敞 最主要的是设施齐全 从烤炉到洗碗机 到这个你看到的落地的大冰箱 再到咖啡机 烤面包机 一应俱全 这个冰箱很大 你来一大家人都可以买充足的食物放进去 微波炉 还有所有需要煮饭的器具 全部是一应俱全 那厨房说完了呢 自然要说卧室和洗手间了 它一共有两个主卧 两个客卧 每一间卧室呢 都自带洗手间 你现在看到的是 其中一间主卧的洗手间 它不仅宽敞 而且有两个洗手池 既配有冲战式的领域 也配有可以泡澡的浴盆 那你可以看到 主卧也是十分宽敞 那它的舒适呢 在很多细节的设计上体现出来 比如说在楼梯的转角处 就会有一条长条的凳子 你走上来就可以坐在这里 安心的欣赏窗外的雪景 那继续上楼 你就会来到三楼的卧室 三楼呢 左边也是一个主卧 它的对面呢 是一个客卧 那主卧呢 同样宽敞明亮 墙上呢 是充满了太平洋西北岸风格的原木装饰 看看山八发呆 一转眼快四点半了 四点半呢 在它的Lodge里面呢 有一个Wine and Cheese Reception 就是这个Fairmont为它这里所有的屋主和客人提供的一个免费的像下午茶 那我带大家过去看一下 那这个Wine and Cheese Reception呢 那这个Wine and Cheese Reception呢 就在我一开始说到的Lodge里面举行 它提供的呢 是我们在北美文化中 Wine and Cheese Event上常见的一些食物 比如说新鲜的水果 面包啊 面包啊 cheese啊 还有一些切片的香肠啊 和各种新鲜的蔬菜 那大家呢 所有住在这个度假区的人都被邀请 你可以过来边吃边和其他的客人聊天 或者是一边打桌球一边聊天 那它的提供的葡萄酒呢 也是质量不错的 那看到这里大家可能会说 你说的低调我领教过了 你说的舒适我也看到了 那你说的奢华在哪里呢 那我觉得它低调的奢华就体现在下面这几个细节中 那我们来看一看 不知道大家同不同意我的说法 那这第一个细节呢 就体现在每一间度假屋私有的热水池中 这个热水池hot tub呢 是24小时不停运作的 所以它特别的干净 水温呢也保持的够高 当你患上勇意跳下去的时候 你就觉得身体被热水冲击着按摩着 头呢露在上面 呼吸着山中新鲜清烈的空气 眼睛望出去就是山上一览无遗的雪景 那我觉得这三种组合真是给你带来一种 十分奢侈的享受 那这第二个奢华的细节呢 体现在酒店为客人准备的沐浴露 洗发水和护发素上面 我用过以后呢真是被它惊艳到了 洗锅的头发不仅顺滑柔软光亮 更主要的是整个人会被包裹在 一种特别高级优雅的香薰氛围内 那我就很想买一套带回家里去继续使用 上网查了一下 才知道这个牌子叫做Levabo 它是一个来自美国纽约的奢侈香薰品牌 那它的价格呢也有点昂贵 237毫升的洗发水 要卖到72块钱加币 看来Fairmont是在这个小细节上 花足了心思 这第三个奢华呢 是体现在它的清觉上 20尺高的屋顶上面 有内置的扬声器 那在火炉右边的小小的白色按键 你只要轻轻一按 立即行云流水般的音乐 就贯彻了整个度假屋 那通常我们出去度假旅行呢 一般不会住这么贵的度假屋 因为觉得太浪费了 那这个度假屋的来源呢 是这样子的 在北美的学校里呢 有的时候会举行一些拍卖筹款会 那手里资源丰富的家长呢 会捐出手里的一些资源 作为拍卖品 那拍卖品呢 由大家净价来购买 那出价最高者呢 就可以成功的拍得这个拍卖品 那拍卖的款项呢 就会捐助给学校 这样资源呢 得到重复的循环 重新的分配 最后呢 用在孩子们的教育身上 那我们一位家长捐出了这个 迷你周末假期的度假屋 使用权 那我们对此很感兴趣 就出了最高价把它拍卖下来 让一家人有一个小型的迷你假期 同时呢 也觉得把钱花在了孩子们的教育身上 一举两得 那看了威斯里尔的住宿分享呢 有的朋友可能会说 没什么特别呀 看起来很平常啊 那其实在我们的生活中 我们大部分的经历都没什么特别 大部分的事情也都很平常 那如果我们拥有一副 善于观察的眼睛 和拥有一份乐于去体会的心情 那我们就会把平凡而匆忙的日子 过得从容而美好 那如果你今天喜欢我的分享呢 请你给我点个赞并订阅我的频道 谢谢你的时间和观看 我们下一次再见